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崭新观点 看两岸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两位年轻人 是On the Road旅渡中国杂志的创意游小组 两位姐妹 先介绍姐姐一会 嗨 Coco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 非常谢谢你 然后妹妹叫芳如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个蛮害羞的 你们两个是彰化人 对 现在在哪里念书 我已经就业了 就业 你呢 我目前在台南的成功大学就读 今天不上课 我刚好礼拜五就是完全没有课 成大读什么 台湾文学系 哦 那很棒啊 哈哈 成大语 台南市有个台湾文学馆嘛 对不对 方如跟这个仪惠是姐妹 为什么 因为仪惠看起来很年轻啊 已经上班了 你们有 你们自己本来有几个兄弟姐妹 你们家 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男生 还有一个弟弟 你的弟弟 好 这一次你们两姐妹完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比赛的参与嘛 对不对 叫做跟着大陆新娘回家去 就是去时有去的去 我的舅妈来自贵州 这个当时要参加这个活动是谁的点子啊 是我一开始在网络上看到 这群人的影片分享 就当时有追踪他们 然后就 创意由中华的这些人 对 然后就想说 诶 竟然可以拿到钱出国 然后就想 想了这个计划 就我们就讨论 就找姐姐和表哥 对 表哥是你的姨妈的儿子 对不对 邓家胜 是不是 我还三个人做一个企划案呢 好 那怎么样开始 怎么会动脑筋逗到舅妈头上去了 因为我们平时就是都 每个假日都会回到外婆家 对 就是我们就是 每周都过得很开心 舅舅是妈妈就是的弟弟 对不对 亲弟弟 好 跟外婆住在一起 外婆已经过世了 对 所以就是外婆的 就是妈妈的娘家就是了 对 所以舅舅娶了一个舅妈 娶了舅妈 不是一个舅妈 娶了舅妈 舅妈是来自贵州 对 所以十几年来你们也都知道 舅妈是贵州的大陆新娘嘛 对不对 对 其实她每一年都会回去 每一年都会回娘家 对 会带孩子回去吗 会 有时候会 所以你们跟她平常也很熟 对啊 对啊 那她是 她不是汉族 不是 她是少数民族洞族 那她比较会唱歌吧 哦 她声音很高 很洪亮 好好 所以因为跟舅妈 舅舅都很亲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就想到这个题目 那真的想 因为创意由中华 这个一定要跟中国大陆有关 而且她还要 因为人家别人都做了好多 陪着九十几岁的外婆去大陆 什么都有 对不对 你们要先说服舅妈呀 一会 现在讲话的是妹妹 是台大 对不起 城大台湾文学系 芳如 你们都几年级 大二 大二 一会 那这个点子 你是姐姐啊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去找表哥 找表哥帮忙 对 跟她一起工作 想出来之后 总要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呀 怎么跟舅妈说 就 当时是想说 就是因为跟舅妈讲 她也是想说 她可以回去 她也要回去 只是 她 就是我们回去 因为我们要拍纪录片 然后一路上都要跟着她 就是 拍摄她平时的生活 所以有点打扰到她 但是她也是 就是很配合我们 就跟她商量说 你们要参与这个计划 因为那时候你们只是去申请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希望跟着舅妈回娘家 对 舅妈就说 好好 你们就更来好了 好 那这个 就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了 这个计划 我印象很深刻是在 228那个连假 看到 然后我们 好像是 期限不知道是 三月底还是多久 然后我们就 赶快在那个连假 因为我们之后又要 各 各奔西东 对对 你要上学 姐姐要上班 对 我们就在那个连假 把企划按弄 好 是啊 姐姐是在彰化上班吗 台中 哦 所以你们两个人 其实平常还这个 分个两地啊 一个在台中 一个在台南 姐姐在台中 妹妹在台南成大 对 然后那个 舅妈在彰化 对 好 写完这个计划案之后 入选了就开始执行了 对 所以你们是几月几号 什么时候到大陆去的 7月27 7月27到8月17 你们去了这么久的时间呢 我们原本还想去更久 就去了哪些地方呢 就其实都跟着舅妈 就是一起生活 舅妈有带着她的孩子回家吗 这次没有 这次没有 她一个人 对 舅舅有去吗 没有 那舅妈的娘家的人知道你们 这个要拍纪录片吗 知道 他们的娘家在贵州的哪里啊 山岁县 山岁县 离贵阳多远 坐高铁一个小时 所以还蛮离市区蛮远的嘛 贵州是一个 我们读地理历史读过嘛 地无三里平 这个 人无三两营 天无三日情的地方 因为它一直是比较边缀地带 那近几年有发展 事实上 我1989年的时候 第一次到贵阳的时候 贵阳真的是地无三里平 现在应该都非常好 所以你们是从桃园坐飞机到 到贵阳 贵阳 对 再坐高铁 对 转高铁 这一路 这不只是跟着 那舅妈是担任你们的 这个导游吗 算是地培 这种 洞族的舅妈 她有讲方言吗 有 我们都在那边会跟他们学一点方言 她平常在台湾 她嫁来台湾多久了 舅妈 十年 十年 她会讲台语了 其实不太会 那跟你们沟通是 就是普通话 普通 对 那你们到了这个三岁之后呢 他们讲什么 就会讲三岁话 所以你们怎么居住了 住在哪里 就跟舅妈娘家的人一起住啊 对 住在舅妈的娘家 你们把这段过程给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的感受啊 就坐了飞机到了贵阳 从贵阳下飞机然后坐了高铁 然后到了 到了舅妈的娘家 他们觉得很奇怪啊 我家的这个女儿带了两个从台湾来的这个亲戚 对不对 其实我们当初会执行这个计划是因为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舅妈过来之后我们在这个大家族里面有一些摩擦 所以才想过去 哪一些摩擦就是就是舅妈要跟你们要这个相处 对 有不适应的地方 对生活上有不一样的 像是因为我们在家里会就是平时比较常说谢谢 那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这边比较拘谨 或是台湾人讲话那种表达方式比较委婉一点 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就是示意的很好 而且你说他比较直白一点啊 对对对对 所以连这样子这样就跟那个 嗯 姻亲啊什么都都会有一些小冲突 这个是有压力 就是对啊 因为媳妇嘛 嗯 对啊 所以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他 嗯 不太有礼貌 哦不不 就是我们真的是生活那种 生活习惯不一样 对 文化价值观也不一样 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得了 只是会 应该是 很冲击来讲 比较大的是对咎吗 嗯 因为他是一个对所有人 对啊 一个对你们大家 对 那他有自己在跟你们比较这个 嗯 嗯 这个生活久了之后 大家比较有感情了 比较了解之后 他有讲出来过吗 就是这一次拍摄 真的是透过这一次拍摄才 哦真的啊 对 嗯 啊并上还蛮隐人的 因为拍摄都要 就是我们要问出 就是舅妈内心生处的一些话 啊 你们怎么问他呢 是在他的旅途当中吗 嗯 回来之后还有继续问 嗯 对 就他也接受了你们这个 对 口述的这个纪录片 对 中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怎么去挖掘他的内心深处呢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在 有 因为其实我们当初要问的时候 也是有一点闪躲 因为 毕竟是自己家里的人 嗯 还是会担心说 就是一些秘密啊 就是回来之后 因为舅妈我们也很 我们三个也都很清楚说 舅妈可能会有不想讲的地方 哦 其实过去你意思就是你们过去 其实对舅妈的背景也不是非常理解 就是只知道他来自贵州的山岁 对对对 然后他一个人之身来台湾嫁过来 还生了一个孩子 两个 哦两个孩子 所以你们有表弟还是表妹 一男一女 表弟跟表妹 所以他跟舅舅的婚姻还合顺 相处的很浓洽 反倒是跟我们 哦 对 跟婆家的人 对对对 那舅舅跟舅妈是在大陆认识的 对 在深圳 当初是舅舅到那个深圳去工作 上班 十几年前 十五年前 所以他们是自由恋爱 对 那如果说舅妈跟婆家的人相处上面 有一点点的小摩擦的时候 那舅舅怎么办 舅舅通常比较不善于处理 不善于处理 那你们你们过去在这之前 跟舅妈的这个之间 会有台面画的纷争吗 其实不会 不会 你们还来厉害 因为你们是小辈 我们是晚辈 对 中间因为但是舅妈有两个 大姑啊 就是你妈妈跟你的表哥的妈妈 对不对 两个姐姐 对 然后舅舅还有兄弟 两个 两个哥哥 一个弟弟 哎呦 这个舅妈有两个大姑 然后他先生 还有两个哥哥 哥哥叫什么 这个从媳妇角度看 叫大伯 然后还有一个小 小的弟弟是叫做小叔 谢谢舅如 舅如不要嫁人了 我突然对这些阴京 感觉不出来了 所以他有两个这个大姑 两个大伯 跟一个小叔 他也蛮惨的 是不是 所以他是从这一次 你们访问他 才讲出了他的内心的事件 就是因为一直追问 一直追问 那他一开始怨不怨 他们觉得你们俩干嘛 一样的 就是他会避开那个花图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回到了娘家 回到了他出生的 回到台湾之后 对 你们跟他在贵州三岁 就相处了有二十几天 对二十几天 就在那个地方啊 对 没去旅游啊 有有有 我们就去了 大概两个观光景点而已吧 也是贵州 对 因为舅妈 其实不喜欢出去外面玩 她喜欢她的朋友 对要多 但是她 她为了要就是 介绍我们 那个贵州 这样 所以她很热情的 贵州人 动作人应该很 很那个啊 对 很热情 很这个 喜欢招待客人 对 对 对 那这是你们第一次去大陆吗 对 好 第一次就到了舅妈家 舅妈的家在贵州的山岁 这两个年轻的女孩 她们完成了她们的梦想 等一会儿呢 我们继续来请教 在这个过程里面 各位知道咯 这一组的活动 它不在于旅游 而在于心灵 时间是7点50分48秒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啊 这个 美丽中华创意游的 这个 得奖的两位姐妹啊 她们还跟她的表哥一起呢 就带着舅妈回娘家 应该是带着舅妈妈啊 折腾了二十几天 然后回来之后呢 还做了访问 然后呢 把它剪成 十分 中 这个 看中国 我的天哪 你们总共录了多长啊 跟舅妈回贵州 前前后后 好像没有办法记住 那要剪出十分钟啊 对 一会儿是做金融业嘛 现在在台中做金融 对 那这个 方如是 这个台湾文学系 成大 大二的学生 你们两个人都 不过现在小朋友 到电脑上都是专业 我这样讲在外行 所以你们剪到 剪出了十分钟 剪了多久 应该剪了有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哇 所以这一年 你们其实都在做这个活动啊 对 之后也还要继续 跑校园分享会 是 那好 你现在跟我们分享 除了 刚才我说了 这个除了是一个贵州之旅之外 其实也是跟舅妈的 心灵交换之旅嘛 这个好像更重要吧 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这次过去 就是想要 把 就是我们原先不认识的文化 带回来这个家族 让 长辈还有 就是我们底下更多的弟弟妹妹 可以去了解舅妈 然后让家庭相处更融洽 这样 有达到这个 希望吧 我们是有带回来 但是接不接受 是看个人 大家互相 对 那舅妈的这个 两个小孩一男一女 两个表弟表妹 看 原来我的外婆家是这样 不他们平常也有回 外婆家吧 有 他们也都会讲三岁话 会讲三岁话 就是贵州三岁话 那这个是舅妈是 三舅妈妈 就是妈妈的第三个弟弟 这个方如是妹妹 那一会呢 你是学金融的 那你也希望 这个活动当中 结果把舅妈融入了大家的 这个整个的家族当中 这是我们彼此的共识 对 就是我跟表弟 当初一起做的时候 就是我们三个 都有这个共识 所以我们讨论就是 到最后拍片 都还是都是以舅妈的 那个立场为主 对 舅妈怎么样 从舅贵州的山岁 来到台湾 成为彰化媳妇 然后在这十年当中 她怎么融入 她怎么评论台湾的 她这个媳妇的角色呀 你会 舅妈怎么说 因为其实 我觉得对 我这是看到啦 就是跟她一起去大陆回来 因为一路上看到 就是跟她很好的朋友啊 就是来接我们 就是看到他们相处的 那个状况 就是会发现说 其实舅妈很好的 她很好的朋友 事情都留在那边 就是她这个 before跟你们认识 其实她的人生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美丽的这个记忆嘛 对 但怎么样融合在一起 那这个家族很好玩 刚刚方如跟一慧跟我说 他们的四舅妈是 越南华人 所以你们家是联合国 非常多元 来自张华一慧跟方如 他们呢 跟着舅妈到这个贵州 然后 十月五号六号要在华山 要在 洪馆 华山文 洪馆要播放你们的影片了 对 加油 还要比赛是不是 好 祝福你们得奖 谢谢广告时间 在一起动一动吧